高雄氣爆發生一個多月 高雄市政府現在啟動了代位求償的申請作業 從今天開始到10號將舉辦五場說明會 由於申請的項目跟求償的標準十分複雜 因此高雄市副市長劉士芳親自出席說明 前來申請的民眾有不少人文件不齊全必須要補件 雖然到今天晚間6點為止 前鎮 林雅兩區成功完成申請的件數只有14件 但是說明會的現場發放了1000份的申請書 提供給災民填寫 同時也請來律師和市府法制局人員現場輔導民眾申請 希望能夠幫助受害民眾早日恢復正常生活